台湾各地许多眷村菜看似出汁大业 秦时融合了大陆八大菜系的手艺 料理功夫非常细致 像是这一道狮子头还原古早味 肉团里加了老面酵母 出锅时会散发出肉包般的香气 老板也把眷村老滋味翻新见客 炸酱面用卤猪皮做酱汁 熬出胶质满满的口感 吃面再加上了一颗酥炸鸭蛋 大受欢迎 入夜后的高雄市区 街边小店温馨热闹 津津有味的炸酱面 加了惊喜彩蛋 它是半熟蛋 配上那个蛋黄的香味 很好吃 保留的传统的一些概念 对 可是又有创新的感觉 用筷子轻轻化开 葱油鸭蛋 蛋黄滑稽碗里 蛋香酱香扒上面条 香气在舌尖巧妙融合 因为酥这个口感是炸酱面里面 还没有出现过的东西 所以我们选择用油炸的这个鸭蛋 去做一个搭配 这碗炸酱面里 没有台客习惯见到的豆干和碎肉 肉块豪迈大块 醇厚的酱汁 胶质满满 唇齿流香 看似家常的面点 料理工序 不输给一道功夫菜 老板照顾强做炸酱 得先卤好一锅猪皮 这个猪皮酱其实算是我们 自己独门的做法啦 这样子首先你不需要用一些人工物 食材它自然有它自己的风味 会再把它堆叠上去 猪皮卤到像块融化的果冻 打碎后融合酱汁 炸酱配方不加一滴水 透过长时间炒制 创造出勾芡的浓稠口感 接着还得把酱汁倒进油锅里炸酱 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认为说 捐身菜好像比较廉价 比较粗糙 我觉得这是彻彻底底的误会 因为它的根基仍然是来自 就是所谓的八大菜系 仍然是来自这些 很经典繁复的中菜功夫菜 高温油炸 唤醒酱汁里的香气 接着和猪肉爆炒 北京口味的炸酱 猪肉块分量豪迈 入口咸香又嚼劲 赵国强从小在眷村长大 六里启蒙的源头是来自大江南北的邻居亲友 那一段时间你就可以尝到各家的各种滋味 这个是哪一个叔叔做的香肠 哪一个阿姨做的腊肉 哪一个婶婶做的萝卜干 就是你会吃出各家的滋味来 可能也造成我后来对食物的伤害 我没有很强烈的偏好 我反而觉得在每一个地方 都可能有它精彩的门道之处 光是炸酱反复测试 40多个版本才确认配方 他还曾经回到北京 到处试吃面对挑战 好奇就是现在的北京 他们吃的炸酱面的口味到底如何 以一天三加的速度 大概把北京大大小小的炸酱面 明天都吃过一遍了 尝试过了各种之后 我觉得没有问题 这个风味我们毫不逊胜 对自己的手艺信心满满 曾经当过调酒师的赵国强 也非常擅长混搭调味 经典改版还有这碗狮子头味面 它乳白色的汤底 就是完全就是狮子头的精华 然后不会像其他吃过的那么柴 它的肉质就是很软嫩的那一种 调味比较清淡 但是我觉得它的汤会越喝越有味道 感觉不是靠调味去撑它的厚度 就是是靠食材啊 菜的香味香菇的香味 手工拍打肉球 让狮子头更加紧实 为了追求绵密的口感 绞肉里暗藏老面酵母 那在我们老一辈的做法里面 我们是用馒头这件事情来做 而不是用豆腐 那同时用馒头 还会有一个额外的好处是 它会带有老面的酵母的香气 有时候如果在店里面 做的量比较大的时候 你甚至会觉得 刚开锅的时候 会有一种肉包子的香味 用晒干的馒头打成粉 夹进猪肉里 狮子头质地细致 更能吸饱汤汁 味面的吃法 也是新的创意 他参考北方四喜丸子的吃法 狮子头先经过油炸 再结合南方口味的汤头 如果在北方 会做的比较小颗一些些 然后一次盛盘的时候 会是以四颗做盛盘 这个叫做四喜丸子 但是南方菜呢 南方菜里面 他们叫大盏肉 他们是不经过油炸 然后做的特别大颗 就是一个汤中里面 就是一个非常饱满的 虱子头在里面 然后用长时间的小火 去煨或是去上蒸笼蒸的 那我们的做法 其实让它有一点南北和的情况 不让过于厚重的红酵汤汁 掩盖虱子头的肉香 浓郁白汤用火腿 猪大骨 花时间炖煮 搭配面条上桌 我们自己把好的东西 能够重新带回的市场上 不要被大家给忘记了 让大家记得说 虱子头它吃起来 应该要是软绵 应该要是很有风味的 它其实并不是 只是一个老人家爱吃的东西 年轻人同样 他也愿意去接纳它 只有这样子 我觉得才能够真正的 把风味做所谓的传承 赵国强重新诠释 儿时家常菜 老味道跨越世代 留住眷恋时光的美好记忆